大家好,現在是11月9日 這個11月非常熱鬧,很多人買機 非常熱賣的,這隻華為的Mate 50 Pro 今天有客人訂一套 華為的Mate 50 Pro手機 再加上這隻最新款今年的華為GT3 Porsche Design這隻手錶 這個月是做折 所以手機廠家互相劈價地出貨 例如8月新上市的一家Ace Pro 這部機已經是3千多元港幣可以買到 用新Yu、新小龍8家 有12GB加256 還可以改為OnePlus 10T的Womp 抵到爛 還有小米的12S Ultra都一樣跌價 說回這幾部 這隻是華為的Mate SS2的典藏版 即是12GB加512GB的Womp 在國內官方買13000元人民幣 折港幣是14000多元 在國人電訊買也是14000多元港幣 我們就包裝Google Pay 如果你是買8加256 是9000元人民幣 折港幣是11000多元 跟我們的價錢一樣 都是11000多元 其實我們的價錢跟它是平價的 但會多一樣東西裝上Google 經我們介紹後 這隻8.8吋的Andra平板 十分熱賣 就是Lenovo Y700 12GB加256 小龍870 現時8-9吋的Andra平板 之中最好的一部 還有這隻 幫客人找的 Honor 60SE版 這隻是裝不到Google的 不需要再問 裝不到Google的 你是喜歡才是買的 未來的11月11日 華為有新產品上市 手錶有Watch GD-Cyber 手機有Pocket S 還有新顏色的Quindum版 Mate 50系列 先說一下標 這隻GD-Cyber 是可以將整個標殼和標帶 一起換掉 你可以換款 這裏有很多款 手機的話就是Pocket S 就是這隻 跟華為的P50 Pocket 差不多 首批上市的Quindum版 只有黑色皮和橙色皮 11號之後 就會有銀色、紫色和黑色玻璃的Quindum版 就不是皮版 大家不妨來產生吧 拜拜